观众朋友们好 这里是道德观察的特别节目 节目一开场你就发现了 我们今天的现场跟平时我们的节目不一样 因为明天就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了 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听上去特别专业 但实际上它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今天我们就请到三位资深的人士 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音乐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刘平 刘先生身边这位是著名的音乐人 恒大音乐的董事长 中国音像协会唱功委常务副理事长 著名的宋柯先生 还有他身边的这位是著名的音乐人 鸟人艺术的董事长 同样是唱功委的常务理事周亚平先生 三位在这个行业当中所了解的内容 比我要丰富得多 都是资深人士了 可是对于观众来说 有很多案例 他们是不太能够一下子就能理解的 比如我们就先从下一个案例说起 2013年12月24号 引发著作权界关注的张慧妹南京演唱会 亲爱作品表演权纠纷 在江苏高院获终审判决 江苏星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需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赔偿人民币6万元 2011年10月21号 江苏星系公司在五台山体育场主办了张慧妹2011世界巡回演唱会 张慧妹演唱的给我感觉 我为什么那么爱你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牵手 听海等12首歌曲 为办理音乐作品许可使用手续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提起诉讼 认为星系公司未征得权力人许可 侵犯了他人音乐作品的表演权 2013年4月16号 南京中院判决 驳回音助协 对星系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 音助协不服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江苏高院审理后认为 音助协对涉案音乐作品的相关来源合法 有权以自己的名义 对他人侵犯涉案音乐作品 辞取著作权的行为 提起诉讼 星系公司作为演出组织者 未经音助协许可并支付报酬 组织表演涉案音乐作品 构成侵犬 这个片子看完 我估计很多观众都有点糊涂 听海牵手 这些歌耳熟能详 当年也都是为张惠妹量身定做的 人家在演唱会上唱自己成名作 怎么就侵权了呢 侵了谁的权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问题 就是这场演唱会 张惠妹演唱的 不是她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 而是别人创作的音乐作品 这个案件所涉及的音乐作品 是不属于张惠妹的 而是由其他音乐词曲作者享有的 那么同时她这些刺激作者又是台湾音助协的会员 台湾刺激作者在大陆享有的这个现场表演权的这个权益 是由我们协会来主张的 按照大陆的注作权法 我们有表演权的法律规定 也就是你在公开表演别人的作品的时候 你要争得权利人的同意 那么一般情况下 现场表演的这种演唱会 因为涉及几十首音乐 那么这些几十首音乐 一般组织者是不太可能找到这些刺激作者 那么在各国的法律的惯例 就是通过当地的集体管理组织来统一行使这个授权 在大陆就是音助协 对 我们台湾的刺激作者 在大陆的表演权的代表人 就是我们音助协 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的门道 我们大陆的观众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典型的案例 就是当年曾经有人不让沙宝亮唱他的《暗箱》了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暗箱》的这个词作者叫陈涛 陈涛老师当时和沙宝亮的原来那个公司可能有一些争议 在合约上大家没有签署清楚 所以当时陈涛老师说那好 如果这个合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在未来沙宝亮在刷业演出 在录音录像这一块 他可能就没法 没有办法去演这首唱这首歌 从我这个角度来讲 因为沙宝亮当时我们是新签约他作为艺人 那么当然就很希望促成美式 所以当时在签约沙宝亮的发布会上 我就送他一份大礼 这个大礼其实就是陈涛老师出现了 两个人一见面其实就明白怎么回事 以后上边就可以去继续演唱这首歌 一笑年仇 这些案例还算是能够说得清道德明的 白纸黑字 法律明确规定 没授权就是不能唱 有一些你看上去有点像 真要较真说不清的案例 那可能就更复杂 2013年歌手火蜂的儿子霍尊 凭借一首原创歌曲卷珠莲迅速走红 随即却被网友指出和日本女歌手 吉田亚继子的一首歌曲的曲风相似度高 被质疑有抄袭嫌疑 花儿乐队2004年发行的专辑 我是你的罗米欧 以及2005年的花季王朝中有13首歌曲被曝抄袭 最终在公众和舆论的压力下 花儿乐队以及其经纪公司不得不认错 独唱大张伟在2014年春晚上演唱的倍儿爽 有人认为有抄袭江南style的痕迹 大张伟表示否认洗脑歌都是这个路线 电影《小时代》的宣传主题曲《时间主语》 由玉可为演唱郭敬明写词《刘大江作曲》 歌曲一推出就被人指出 与2005年日本歌手易青瑶推出的单曲《风车》 在旋律上极其相似 涉嫌抄袭 近几年来从周杰伦到王力宏 从吉祥三宝到凤凰传奇 很多有名的歌手和歌曲 甚至是那些以原创为特点的歌手 都曾惹上过抄袭的嫌疑 但在一阵沸沸扬扬过后 此种争论基本都是无果而终 我们真得佩服发现他有抄袭嫌疑的这些热心的听众 说实话我听到这些歌的时候 我不太能听得出来他和曾经的哪个歌那么相近 这得听过多少首歌才能发现 《泵爽》这首歌是在我们公司旗下发现的 大张伟现在也是我们的艺人 我相信我们还不至于犯这么弱智的错误 尤其是会去抄袭一首全世界都很熟的歌 要抄也抄大家不熟 其实聪明的抄袭者会抄大家不熟的 你很难去联想 像你说你怎么会听过那么多首歌 你得是多考屁的一个人才能知道这些作品跟这个作品才能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第一应该说法律上也有一些相应的判例会说 比如说是十六小节吗 刘老师 没有一个特别具体标准的 只是一个应该有一个原则 查识性 就是说如果是实质性的 这个只能是原则性的规律 如果说你的内容是实质性的用了别人的内容 那么应该认定是 因为它构成元素特别多 它有旋律 有节奏 有节拍 有速度 它这些元素还有和声 还有它编曲的肢体 还有音色 这里头它很多元素的话 有可能某一个元素有点像 但是其他元素又不一样 实际上就是很多作曲的人 他会听大量的音乐 他听过的东西 他会像挥不掉的这种影响到他的创作 这是很常见的 从这个作品上来说 只要能表达出他的一个独创性 我觉得就不存在抄袭 花儿乐队确实也曾经被确认过 他抄袭过别人的作品 那个案子是怎么确认的 在中国这方面的司法实践是 我们不能要求中国的法官和实际上各个法官都一样 你不能要求他是音乐家 它涉及到这方面抄袭鉴定的问题 他只需要请中立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音助协就曾经受国内法院的委托 就音乐作品抄袭是否够能抄袭 做过这样的专业鉴定 我们请国内的著名的音乐家组成一个鉴定的委员会 由他出具鉴定报告 来法院拿这个鉴定报告作为一个定案的一个参考依据 既然一个歌曲 两个原创歌曲 能不能是A超B或B超A变成了一个专业的事情 那交给专家们去解决 但是我们在电视上 尤其是最近两年 看到的某种新的表现形式 对于原唱的翻唱 这里边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 真有 近年来 随着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风行 翻唱歌曲引发的侵权纠纷 也越来越多 对于创作歌曲的音乐人来说 音乐使用费 俨然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 《让这话》相当于被很多翻唱的观过 有一个叫我记得有一个叫杨曼的吧 还有一个黑鸭的分了好几组 有一组黑鸭的也翻唱过 但是我也没有去告他们 有的在刺激作者是一首名 大部分是他签约给唱片公司了 他在唱片公司手里面 那这边翻唱着 你如果不正得原唱片公司的同意 你是没有全能翻唱的 2013年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二期节目中 与全组合改编并翻唱了《烛光里的妈妈》 最终获得了荡州冠军 演唱过程中 他们把不愿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 改成了《好想陪在你的身边》 在能走过春秋冬夏 全是这种改 完全就是把你的意思给拧了 你知道吧 他把你这种就是说 特别深厚的这种情感 他没有理解这种情感 湖南卫视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他这个词的作者写成了两个人 其中另外一个人呢 是跟这个词的作者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李春莉和歌曲曲作者谷建芬 分别就此事 向湖南卫视发去了《律师函》 2013年7月9号 湖南卫视在官方网站 发布了一封公开信 向《烛光里的妈妈词作者》 李春莉致歉 同时纠正旗下电视网络等媒体 对该作品已经造成的侵权行为 并且还将对两位作者 进行相应的民事赔偿 然而让李春莉意外的是 她的维权招来了很多非议 很多人认为她是太较劲 想出名 想要钱 还有很多和李春莉一样的 作者的遭遇 也并未引起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之前默默无闻的曲婉婷被人说 李戴墨唱红了你的歌 你应该感激她 之前给予旭日阳刚许多帮助的汪峰 合理合法的要求 也淹没在人们对农民公组合的同情声中 古建芬的境遇更加尴尬 竟有人对她说 就不能学学雷锋 为什么那么计较 还是对自己的权益的一个争取 那可能到最后争取到的并不是利益 而是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就是肯定于你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个尊严 这个雨泉改编翻唱 《烛光里的妈妈》 它是侵权行为吗 如果没有得到作者本人的同意 或者说原创作者全人的同意 那么这个改编行为显然是不合法的行为 另外主要是它改动了词 那这个从大家来讲 就是改动词的话 是一定要获得原作者的这个同意 就比如说我们用国外的一首歌 不光是我没说要改编词 只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他们都要去确认翻译过来的这个本意 是否改变了原来的意思 如果改变 那作者是有可能不同意的 它这也是涉及到作者用人身权利 人身权利是永远是属于作者的 就是你保护作品完整去 但是显然好像一般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和各位不太一样 因为你看观众听得如醉如痴 这歌它唱得好 能打动我 我就满足了 别的我不关心 首先得有作品的力量 作品的力量是代表着后边两个创作者的力量 你表演者你再受欢迎 你没有作品 你不是无米之吹吗 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劳动往往在时间当中会被忽略掉 那怎么在这样的观众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之下 保护歌手背后的这些著作权人的权益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事 表演者和刺激作者和林杰权产品公司 他的货筹的方式和渠道是有天然的不同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著作权人法分分别类的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的原因 也就是刺激作者的货筹会议渠道相当于其他那两者要狭窄的 歌阳现在就是后继独人 然后创作乏力的主要原因 一个是资产权层面的创作 没有很好的得到保护 就说作者拿不到钱 一个是投资做这首歌 让大家能够听到的 把这个产品做出来的 这个叫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收的钱 你想那谁还愿意去写好歌 然后去录好歌 那您能告诉我钱被谁赚走 各种人 各种人 而渠道商 我要执作一句 因为消费者这么多年已经免费享受音乐很多年 这里头有多少人的劳动在里头 编曲那是点灯熬夜的 在录音旁边缩混录音 唱片公司也花出很多钱 大家不能免费听 到现在了中国网络环境下没有建立起正版音乐下载收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无论是做全人还是唱片公司的临界全人都不能堂而皇之的能够在网上出售自己的作品 获得直接的报酬 这边你执法如果不顺畅的话 金权成本低 那搁谁谁不算占便宜 因为技术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围权的难度越来越大 盗版金权成本越来越低 而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在行政执法和市场的司法的实践当中加强对我们著作全人的保护力度 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听了三位刚才的这番肺腑之言 我相信每一个喜欢音乐或者有自己喜爱的歌手的观众心里边都应该有所触动 我们应该明确一点 好的音乐不是它唱给你听的 是你把它养出来的 所以要保护这个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要从我们自身的消费习惯 消费理念的纠正做起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看到我们国家对著作权 尤其是音乐领域这方面著作权保护的这些职能机构 能够加强他们的工作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这一期道德观察的特别节目 我们明天继续跟您聊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 您先见